sup everyone zozozo 嗨大家 好像有點久沒有見面了 然後沒錯最近我的頻道呢 突破了十萬訂閱 沒錯我們達到了十萬訂閱 救救 沒有路過 救救救 救救救 你在露營嗎 那我要去退地 趕 哈哈哈哈 快到了 快到了 有寶寨的參與 哇 非常非常感謝各位一路以來的支持 然後我知道有一些觀眾朋友是從我大概可能一兩千訂閱的時候就追蹤到現在 然後真的非常感謝各位就是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就是這個頻道不會成長到現在這個地步 然後雖然我之前有講過說一萬訂閱跟十萬訂閱比起來其實因為一萬訂閱的時候我比較開心也比較期待比較興奮 因為怎麼講一萬訂閱我不知道我能到一萬訂閱就是我剛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我沒有任何的期待我不知道自己能到一萬訂閱我甚至連一千五千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到你知道嗎我當初單單純就只是拍好玩的所以那時候到一萬訂閱的時候呢我是非常非常的開心因為我從來沒有遇到到這件事情但是十萬訂閱有點像是你早就知道它會發生所以我也就沒有到這麼這麼的興奮但還是興奮了 然後呢我已經有兌換我的那個十萬訂閱獎牌了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在YouTube上面呢你達到十萬訂閱你就會有個銀色的獎牌 然後我已經跟Google申請了然後大概兩個禮拜就會到沒錯所以我到時候會再做一個proper的十萬訂閱開箱影片也不算特別企劃就大概一個Q&A但是我會用一個不同的方式來做這個Q&A所以再次感謝各位就是沒有你們就沒有這個頻道的誕生 然後呢我的攝影生涯就是已經賣入第六年即將賣入第六年今年是第五年然後已經要賣入第六年了那我在攝影新手的那一段期間呢我犯了非常非常多的錯誤 所以呢這部影片呢我幫各位攝影新手們就是整理出了五個我希望我在攝影的時候可以早點知道的事情這些事情呢比較偏概念上的 因為大家知道攝影的參數啊什麼攝影的技巧大概就那些 所以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心態上的一個設定跟一個變化 所以各位相信我在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後呢你們一定能得到一些不一樣的體悟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如果各位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是Jason我是一名自由階段攝影師 然後呢我的頻道都是一些跟攝影錄影相關的內容 然後呢我會把我的大部分的作品比如說一些平面作品一些reels的東西 一些小短片的東西都放在我的IG上面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去我的IG check it out 那我們就來到今天的第一點也就是太在乎別人的看法 這點你其實也可以運用在你一般的生活當中 就是我很常在我的IG上收到一些私訊 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說他不敢把自己拍的作品放在IG上面 然後就問他們為什麼他們就說 因為怕可能身邊的朋友會覺得自己在裝逼 我就想說What the fuck are you thinking about 誰他媽在乎你啊對吧 就是我很直接的說這句話我也說過很多次 就是真的沒有人在乎 所以你的賬號哪怕不要po什麼屌照或者是裸照之類 就是你在你的版上無論你po任何東西都沒有人在乎 也許他們還會覺得哇你的拍得不錯 你懂我意思嗎 太多人就是很在乎說別人會怎麼想我或者是 很多人都說自己出去接拍的時候都不敢把相機拿出來 但你在你在想什麼 你真的想太多了 沒有人在乎你在幹嘛 你知道嗎就是你好像自以為是覺得 我拿個相機走到路上大家就覺得你在幹嘛你在幹嘛 你就會覺得我不敢拿出來拍照 但事實是根本沒有人在屌你 你知道嗎也許我講講的話有點粗俗 或者是有點太直接 但這是事實真的沒人在在乎你在幹嘛 所以無論你出去在街拍也好 無論你是想要把你的照片放在你的IG上也好 就放吧就拍吧 真的沒有人在乎你 好不好 記著這件事情真的沒有人在乎你在幹嘛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很多人都會拿自己的照片的一些作品給我看 然後詢問我的意見 然後如果就是你有把你的作品拿給我看的朋友 你就會知道我大部分時間都非常的直接 就是我也不喜歡在那邊跟你講什麼客套話 就覺得你拍的其實還不錯啦 或者是一些你可能就是有一點小小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之類的 就是我講的都非常直接 我就會跟比如說拿照片給我看的朋友 我都會直接跟你講說我覺得沒啥 我覺得你拍的很普通 或是我覺得很差 就是我會很直接的跟你講 OK但是呢就是 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可能是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認可我的美感 覺得我是一個不錯厲害的攝影師 所以希望從我這邊得到一些意見啊 得到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就是I respect that 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拍照不是為了我 也不是為了任何人 所以你基本上 當然建設性的意見你可以聽 但是你在拍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像我講 攝影它是一個 它是一門藝術 它是一門創作 它是一個攝影師的心境展現 所以很多時候也許你拍的東西 我不懂你在表達什麼 但不代表你的作品是不好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很多時候呢 要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而不是就是 聽大家說你的作品不好看啊 什麼什麼你的原色很差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有沒有喜歡你自己的作品 我們來到第二點就是 器材不等於一切 我在我的IG的很多照片下面呢 都會收到一些評論 就是說你是拿什麼器材拍的 Jason你還是用A7S3拍的嗎 就是沒錯 我的照片呢 我的攝影作品全部 我IG版面上的所有作品呢 都是A7S3拍的 好啦 有些是GR3拍的 但大部分都是A7S3拍的 OK 我知道很多人呢 對很多攝影新手 對像素有一個迷思 好像認為說 像素越高就是越好 但 就是 這不是重點 很多人都會把 把好器材等於好照片這些事情 就是畫上等號 但 這真的不是 你應該去考慮的事情 就是 我當初剛開始拍照的時候 不瞞各位說 當初剛開始拍照的時候呢 我使用的是Sony的A6400 這一台 你說好到不到 也不到很好的相機 但是 算是不錯的入門機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看很多 厲害攝影師的作品 我就知道 他們拍這麼好 應該是因為器材的關係 然後我就會去下面 看他們使用器材是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一定是他們使用器材的關係 但直到我 大概 攝影開始 第2、3年 左右的時候呢 就是到我自己擁有好器材之後呢 我才知道 這些 好照片 好影片 跟器材真的沒有太大的關係 的確 器材可以幫助你更 快速 更有效率的 更有容錯率的去創作這些 作品 但他不代表說 你拿到好相機 好器材 就能拍出好作品 他不是相等的 然後也許很多人就會覺得 A7S3的 畫素1200萬 就是不夠拍 就不是一個 拿來拍照的東西 但 我大部分的照片 都是使用A7S3拍的 對 如果你 懷疑我說的話 你可以去我很多 作品下面看 就是很多人都會問說 你是用A7S3拍的嗎 對 我是用A7S3拍的 花束1200萬相機拍的 事實是 當你給一個新手 一台 比如說FUJI的GFX 就是一台一億像素的相機 你給新手一台一億像素的相機 他不會拍 他也沒有辦法拍出一張 好的照片 所以器材 真的 不是創造出好作品 或者是好照片的重點 重點是你的腦袋 重點是你的美感 所以這也就來到第三點 我認為攝影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培養你的美感 然後我在之前 好像一年前吧 我有做過一部影片 就是台灣人的美感真的很差 然後那部影片下面呢 就有人 非常多人來評論 說什麼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怎麼可以說台灣人美感差 這是事實啊 我其實有點受夠 大家不想聽事實這件事情 就是 好像大家現在都要什麼政治正確 然後什麼東西都要往好的方向去想 但 他人美感就真的不好啊 你要我說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然後我在我的頻道上面 不能說我自己想說的話 那我 我創頻道幹嘛 對吧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不是 個人的錯 而是 大家小時候的美術課 可能都被拿去上數學課 之類的 對吧 然後 就是 你想一些影史上排名前幾的 呃 電影 對吧 攝影作品 電影 都是國外的 對吧 你有什麼聽過台灣的電影 就是進到什麼金馬獎什麼 沒有啊 對吧 都是國外的電影 而且攝影店的事情本來也就是國外先開始的 所以 外國人的美感的確是比台灣人的好 所以為什麼你看在IG上面 一抓一大把都是一些 國外的攝影師 而不是台灣的攝影師 這就是因為美感的差別 那至於美感的培養呢 我自己都是習慣去參考別人的作品 從別人的作品那邊得到靈感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簡單也很直覺的一種 美感培養的方式 那我 之前有做過一部影片就是在講 呃我在什麼 我用什麼管道去培養我的美感 然後 就是講幾個 就是可能Pinterest 或者是CNU思覺聯盟 小紅書的話 比較偏就是中國跟台灣的作品 所以 也有很很好的作品 但是我覺得 建議你想要學習更多不一樣的東西的話 都看一些外國的東西 可能歐美 或者是 對 可能歐美的東西 或者你也可以在IG上面 我覺得IG上面有很多很厲害的攝影師 然後也有很多很棒的作品 所以 這些社群媒體都可以得到一些不錯的靈感 我們來到第四點 也就是 放滿腳步 很多人 都會 來問我說 欸 Jason 我現在攝影遇到瓶頸了 我該怎麼辦 然後就會問他們說 你現在是 你攝影 玩多久了 你拍多久了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半年 三個月 我想說三個月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拍半年 然後跟我說你遇到瓶頸 就是我能了解遇到瓶頸這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拍攝第五年 即將賣入第六年 所以我現在的確遇到瓶頸了 就是 你在剛開始拍照的時候 你就是那邊 急著想要 拍出一番什麼東西 我認為是一件很白癡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你 就是想要它簡單 你懂我意思嗎 攝影這件事情好 它入門的確很簡單 大家都可以買相機 對吧 攝影的學習曲線是非常的 攝影的下限很低 上限無限高 你知道嗎 對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拍拍照 你拿出隨便去買一台夫妻 拍拍照 每個人都可以是攝影師 但是它的學習曲線非常的高 非常的難 也許你剛入門買了相機 學會曝光黃金三角等等的 OK你的學習曲線可能上來 但是你就會開始進入一個很 很緩慢 很緩慢上升的一個曲線 對吧 然後我真的有點受夠 現在大家都想要快 想要簡單 但為什麼你不想要它 難 你不想要它很 很難去得到 我跟你講 一個東西它之所以有價值 就是因為它很難得到 攝影這件事情也是 當你拍出 當你達到一個 不一樣的境界的時候 當你攝影技術達到一個 不一樣的境界的時候 它會給你很高很高的成就感 因為你知道這是很難達到的 別人也知道這是很難達到的 所以呢 那種剛開始學攝影的 或者是那些想要馬上什麼 攝影速成班 真的就是 Cut that bullshit 你知道嗎 就是學攝影真的就是 一步一腳一慢慢來 培養美感 沒有什麼超捷徑 或者是什麼速成攝影法 那種都是騙人的 或者是一些騙你這種小白痴的 OK 然後 對大概是今天的影片 然後希望呢各位看我們這部影片 都有學到都有帶 帶放進一些 放一些東西到你的腦子裡面 OK 然後 我們下部影片見 Peace Out